土生文化馆花了五年的筹备时间 推出全球首个以土生华人的刺绣和珠绣工艺的展览 将展出大约200个精致细腻的手工文物 五颜六色的文物都是一针一线的手工刺绣与珠绣艺品 这次除了将展出本地的文物 还有来自荷兰国立博物馆以及世界文化博物馆的珍藏 这次展览也特别展出了许多新加坡在近30年来 对于娘惹艺术的珍藏和一些荷兰博物馆罕见的收藏品 非常值得期待 公众可以从这个星期五开始一直到明年的3月26号 到土生文化馆观看展览 以了解土生华人的多元文化的世界和历史